2021年起 美国政府将在佛罗里达州 释放超过7.5亿只基因变异的蚊子 来消灭当地侠带致命病毒的蚊子 据报道 当局计划在佛罗里达州 释放超过7.5亿只转基因蚊子 而这种蚊子可以造成蚊子幼虫自动死亡 达到消灭蚊子的目的 当局表示 该计划将从2021年起执行 主要用来消灭当地携带致命病毒的波纹一蚊 控制登革热等疫情扩散 此次试文计划得到了联邦监管机构批准 释放的蚊子是OxyTech生物技术公司培养的 经过基因改变的雄蚊子 雄蚊子以花蜜为食 既不携带病毒也不会叮咬人类 专家将雄蚊子体内的蛋白质进行遗传改变 使其与自然界的雌蚊子产生的后代 会在幼虫期死亡 因而从理论上减少了蚊子的数量 尽管该公司的科学家声称 此类基因变异的蚊子 已在巴西和开曼群岛释放完毕 灭虫比例达到95% 并且不会对环境和人类构成威胁 但有人对大规模释放转基因蚊子而感到担忧 印第安纳大学疾病专家Max表示 一个生态系统涉及许多物种 实验室的测试结果可能与现实不符 最常见的问题包括 实验室培养的蚊子 是否与自然生长的蚊子有同样的竞争力 蜘蛛青蛙或小鸟吃了基因变异的蚊子后 会不会对其自身产生影响等 尽管存在这些潜在的问题 当地方文委员会最终还是以4比1的投票结果 通过了试文项目 其支持者声称 佛罗里达州每年花费在灭蚊上的费用 就超过100万美元 但常规灭虫方式效果不佳 而转基因文字或许可以解决该问题